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第561期武器大枪堂 在无托结构被开发出来之后 摄上很多步枪设计都在往这个方面探索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各类突击步枪之外 在高精度狙击武器领域 其实也进行着无托结构的探索 并且在这个领域还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展 本期武器大枪堂老白和大家分析一款 现代无托狙击步枪 来自德国AMP技术服务公司所生产销售的 一款特种仅用狙击步枪 DSR-1狙击步枪 DSR-1狙击步枪发展于上个世纪90年代 是为仅用而研发的一款超高精度狙击步枪 作为仅用狙击步枪 势必会在各种人口密集的程式中使用 因此这款步枪的威力不宜过大 除了避免产生过多的碎片和发生跳弹殃及平民 但是也要能够穿透玻璃等建筑物体 除了机壁隐藏在这些掩体后面的敌人 如果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话 就必须把狙击步枪的精度达到极高的水平 才能够用为城市座当中使用 鉴于此 世界上的大部分仅用狙击步枪 及精度都控制的很不错 当然也带来了极高的价格 并且为了控制火力 口径一般都是以中小口径为主 德国的设置师却走了另一个方式 为什么不能够兼具超高的精度和极强的火力呢 所以当时具备高超军式工业水平的 德国DSR精密公司 开始着手研发这种 专门为警方神枪手所使用的紧凑型无脱结构狙击步枪 并在2000年 由德国AMP技术服务公司生产及销售 量产的DSR-1狙击步枪长度尾990毫米 枪管长度尾650毫米 空枪重5.9000克 整枪的外观设计非常的科幻前卫 整体可以分成 可更换的枪管 机匣 握把底座 可更换的瞄准机构 围托和弹匣组成 枪管方面 DSR-1狙击步枪的枪管 采用一根竞赛等级的枪管 通过三根螺丝固定在机匣前方 枪管的表面设计有凹槽 我们之前介绍过 很多的狙击步枪都有讲过这个作用 凹槽设计既可以降低枪管的重量 又可以增加散热效果 枪管与机匣的连接 采用自由复制式安装 本身是可以快速的拆卸下来 这些更换的 该系列配置有四根不同口径的枪管 分别是7.62重51毫米口径 .3000口径 .338口径 和巨大的.50口径 因而涵盖了 反人员和反气场的功能 只需要更换枪管 和更换配套的枪机 枪机卡榫及弹匣 这可以在不同的口径中进行切换 在枪口上面 设计了30式的圆柱形自律器 可以再发射大口径的子弹 例如.338马格兰子弹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降低枪口的火焰 当然DS-21狙击步枪的枪口 也可以安装消声器使用 通过大型快速装拆杠杆 可以在几秒钟内 直接安装在枪口自律器上面使用 机枪设计方面 DS-21狙击步枪 为了控制整枪的重量 机枪使用了铝合金材料制成 机枪设计成一个整体式的结构 最前部向前延伸 形成带有散热孔的枪管护罩 可以在保护枪管的同时 给枪管散热 另外 这个前部的护罩下方 可以安装一块 可前后移动的塑料前托 方便射手设计时持握 并且 这个护罩还可以迁据 辅助导轨使用 在前部 能安装顶部脚架 或者常规脚架 以及各种光学瞄准机 在机枪的顶部 则是一块全墙式的皮卡丁尼导轨 用于安装各类瞄准器材使用 机枪的尾部 向后延伸 可以连接到枪托底板 这基本上就是 机枪的结构设计了 整体式的设计 能让它的强度和稳定性能更高 便于枪击高效稳定的运作 枪击使用的是 旋转后拉式枪击解构 可以在发射之后 向后拉动枪机 抛出弹壳 内部设计有6个 闭锁索尔 通过进入枪管后端的闭锁槽内 直接闭锁 板机使用的是 二道火的设计 一般现代化的距离步枪 其板机都是使用二道火 因为涉及到 高进度射击的时候 如果扣压板机的时候 不小心力度过大 那么对于弹道的影响 将是巨大的 所以现代化的距离步枪板机 都会设计成 两段式扣发的 两道火结构 当扣压前一半的时候 这一半的阻力稍大 并且在扣压到一定位置之后 明显会有停顿感 这个时候进入到 后半段的板机扣压 这半段的阻力非常的低 可以在进行 最后精确瞄准和修正之后 进行扣压 就不会因为扣压的力度 造成射击精度的影响 当然 DSR1GG步枪的板机扣力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板机扣力 是可以自行调整大小的 以适应不同的射手需求 其板机裤环 做得比较大 可以在冬天戴上手套的情况下 操作射击 枪身的左右两侧 板机上方都设计了三个位置的 旋转式手动保险机构 最前部4F档位 发射的时候旋转到这里 最后部4S保险档位 当处于这个档位的时候 就无法激发了 DSR1GG步枪的机匣 最下部分是握把和两个弹匣插座 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塑料底座 塑料底座使用工程塑料制成 既减轻了其种重量 又能保证武器的坚固性和可靠性 掌握备用弹匣使用的 握把后部的弹匣插座 才是安装供弹弹匣使用的 毕竟是无托结构的设计 供弹系统只能够从后部进行供弹 而前部的弹匣插座 简简是为了随枪多带一个弹匣 从而减少重新装填或更换弹种的时间 其弹匣根据不同的口径 会有不同的容量 其中.308和.300口径的弹匣 可以容纳5发子弹 而.338拉普马格南的弹药容量 只能容纳4发 而更大的.50BMG口径型 由于弹壳体积较大 所以弹匣容量只有3发 其主要弹药为 .300温切斯特马格南 7.62x51毫米口径 每月枪弹 .338拉普马格南 和.50BMG每月口径子弹 其中发射7.62x51毫米 每月口径子弹时 有效射程为800米 发射.300温切斯特马格南子弹时 有效射程为1100米 而发射.338拉普马格南子弹时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0米 在发射12.7x959毫米 每月标准口径 也就是.50BMG子弹时 有效射程能够达到1800米 此时弹头的枪口输出度 更是达到了850米每秒 在火力输出方面 跟目前的狙击步枪 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的 而在精度方面 DS-21狙击步枪 本身并没有机械瞄准距 只能通过机架上方 经过赶梁的MIR-STD-1913战术导轨 安装日间 夜间光学狙击镜 红点镜 反射式瞄准镜 全息瞄准镜 夜视镜 或是成像仪等等 根据相关的资料 DS-21狙击步枪 在特定的子弹型号 和良好的环境调节下 可以在100码的距离 也就是91.4米处 射击精度能够达到0.2MOA 并且在后续公布的一些资料中 还揭示了 DS-21狙击步枪 在1000米处 使用.138 拉普马格兰子弹时 可以精准地射击 200-300毫米面积的远处目标 这个精度 可以说是目前 追击步枪领域 非常高端的存在了 而且在无拖结构追击步枪领域 持续顶前的数据 远远比 有拖结构步枪 要精准得多 在枪的尾部 DS-21狙击步枪 还加装了一个 尖托和尾部支撑杆 二合一的零件 这个部件 可通过精密的小齿轮 进行上下调节 使枪身保持水平的状态 并且 上部还有一块 可以调节的脱筛板 因为射手保持一个舒适的姿势 尾部的结构 都设计有刻度 可以方便射手在调整完毕之后 进出参数 下次使用的时候 不用在各种测试 重新调整 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 DS-21狙击步枪 整体可以说是一款 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的 高精度狙击步枪 内部的枪机结构 大量使用钛合金材料 而一些射手容易接触的部位 则是使用了工程塑料 具有很高的人性化元素 作为无拖结构 狙击步枪的代表 在一众有多结构 高精度武器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并且还拥有极佳的精度 配合上高精度的瞄准镜 和夜视仪 这款高颜值 高精度的 仅用狙击步枪 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不过 因为所采用的是 无拖结构的设计 这就造成了 拉起柄的位置 太过于靠后 所以射手拉动枪机的 动作幅度会比较大 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去操作 所以在射速这款 是稍微不足的 但是本身的定位是 仅用狙击步枪 强调的是精度 也就是首发命中能力 所以这个缺陷 也没那么明显了 目前DSR-1狙击步枪的 售价非常的高 仅在少部分的国家 例如德国 奥地利 西班牙等国家的 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 所使用 而中国也有一把 DSR-1狙击步枪 并且这款步枪 还衍生出了 DSR-1亚音速型 和DSR-50狙击步枪 继续谱写着 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选择添加朋友 点击底部的公众号 并输入武器大长堂 选择第一个武器大长堂 关注我们 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